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2月 16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 也要繼續跟進 關於我們被通緝一件事 國安懸紅 100萬就通緝我 和Johnny 大家看到我們以前 年輕的時候 也有幾分知識 當然現在人老了 也肥了 所以也是要勸我們努力減肥 當然也有一件事就是拘捕了兩男兩女 因為他們 用Patreon 資助 羅冠聰和 許智峯而被捕 羅冠聰 我也看到他Facebook說 問過Patreon Patreon是不會洩露他們的資料的 因為Patreon的總部是美國 那麼究竟警方怎樣去抓他們呢 估計他們應該就是公開了他們的個人資料 因為Patreon 其實是可以查閱個人資料 就看到 有洩露Patreon 之後 就根據 我猜是根據個人資料 就找到他 所以就是把他拘捕了 所以我們也教了大家 如果大家真的是Patreon 你們就可以隱藏你的個人資料 只要不把個人資料公開 起碼查不到你 第二 千萬不要用自己用的email 又或者 公司 學校的email 因為一定會跟著你的 估計可能他們其中有人 就不小心用了 自己的公司 或者學校的email 才會出事 當然啦 最重要 email裡面也不要聯繫到你的資料 比如說你的 電話 出生日期等等 各方面 因為那樣東西也是可以 順藤無關去找到你 我們看到 湯家驊身為香港的資深大律師 出來評論這件事 其實覺得很好笑 他就說 任何人 你去 訂閱也算是 資助 這些反中亂港份子 你是有犯法的嫌疑 這樣說 我想問 如果在我們那裏賣廣告 是不是更加犯法呢 如果根據湯家驊的說法 是的 網友告訴我們 在這個選舉期間 即是港共政權推的假選舉期間 有大量的 這些 香港的 建制派的候選人 以及香港政府 在我們那裏賣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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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看到我們就很生氣了 但是為了支持我們 都按來看看 當然 按來看看之餘 他們也有欣賞一下 在那裏賣廣告 他們說為甚麼 你們 政府會支持你們的呢 根據湯家驊的說法 香港政府 以及 建制派的外國外港人士 他們涉嫌資助升旗易得道 顛覆香港 特區政府政權 甚至乎 要推翻特區政府 他們有份資助 說出來就挺好笑 天下間 哪有這麼好的事 我想告訴大家 實際上他們 賣廣告是無所不容其極的 他們最重要是有人看 大家知不知道香港政府的宣傳片沒有人看 出了 整天都是只有幾百view 所以他們 就是很希望 在一些 有人看的政論節目那裏賣廣告 當然他們要求YouTube 是特意在一些有人看的政論節目賣廣告 就選了我們 所以我們不像以前那麼紅 我們以前的一段影片 一日最少有十多萬 最多一段影片有90萬 我們也不敢說 因為我們本身台有 可能是保守 我們不敢說權交江交的話題 所以我們 就沒有這幾百萬view 也沒有那些輪廣的東西 我們一般不說的 盡量都不提及那些內容 所以我們沒有這幾百萬view的東西 我們最多都是 說政治的 90多萬 所以 他們會選擇一些政論節目的人 看的 就特意點對點去賣廣告 希望吸引 香港人去投票 結果就在我們那裏大量的廣告出現 根據湯家驊的說法 香港政府的 部門 負責賣廣告部門 就有份資助反中亂港的升旗而得道 以及 一個 計劃推翻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 一個組織 他有份資助的 你們可以追究責任 以及 在我們那裏賣廣告的建制派人士 都應該是 跟我們是共犯來的 我們值100萬 他們也值50萬 應該是先拘捕他們 不過在香港 不用付獎金 他們 我想也不會反抗的 我們看看湯家驊 身為 香港的大律師 很多網友就向我發表 他正在質疑 湯家驊的牌子到底是哪裏得回來的 他的律師牌 湯家驊還是 香港的資深大律師 以前的御用大律師 他在香港的市場價值 原來是 Top5之一 甚至乎 有一段時間 長期No.1 所以當時 即使他 說話跟公民黨的立場 接近相反的 公民黨也引起他 原因就是湯家驊有很強的籌款能力 因為 他是Top5的 有一段時間 長期No.1 即是他的收入是在香港的 而且他住間公司也有很多億 錢他應該不是很自在 不過你看到湯家驊 他說 他拼命出來幫特區政府 說話 以及他說話 那些 內容完全不像一個 讀過書的人 甚至乎你告訴你 他是資深大律師 是香港以前曾經的英皇御用大律師 有時覺得法律界真的很吵架 有何君堯 馬欣慈 馬欣慈是馬欣國 然後還有一群現在的律師會那些人 還有林定光 你完完全全覺得法律界是令人蒙羞的 香港的法律界 有一群人存在 還有大量的法官 完完全全是人渣中的人渣 敗類中的敗類 衣冠禽獸 沒有一個 可以稱得上是人 我們其實 看到香港搞成這樣 也十分之不開心 當然 我們YouTube這兩天 其實跌了三千多個訂閱 我知道大家擔心 不過有方法應對 大家不用擔心 你可以 根據我們提供的 VPN 買了VPN服務 當你用VPN去看我們節目的時候 沒人知道你 買了的 你放心 也沒有人知道你看我們節目 十分之安全可靠 所以你們又多一個圖結 為支持我們 在香港也可以用VPN 你們 可以用香港的 網址 就是 把它當成 變成你 沒辦法知道你是在哪裏的 你可以在日本 你可以用日本的伺服器 用南韓 一來也會快一點 網絡也不慢 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 也可以支持到我們 當然 用免費模式 幫我們欣賞廣告 這個是免費的 不用錢的 也可以增加我們的收入 以及 政府也沒有你們付 也搞你們不了 這是最好的理由 雙重支持 訂閱 我們的VPN服務 然後 幫我們 欣賞一下廣告 如果你打開來看 也是一樣的 打開廣告來看 看多一點 就會對我們的幫助更大 大家可以多點點 多點欣賞 現在政府 目的當然是想斷我們財路 以為可以斷我們財路 實際上 我們是對這些行為是黏之以鼻的 我們不只不怕 我們甚至乎 覺得現在政府做這些事 是一點作用都沒有 他沒有辦法 搞到我們之餘 還是 我們可以很輕鬆地破解 我們 很多網友都很厲害 訂閱他們是取消了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危險 因為可能他們覺得用了自己的名字 你開一個 沒有你們的名字 總之找不到你的名字 你本來姓陳 你就改姓張啦 或者你的名字叫鄧炳強 你可以註冊鄧炳強 陷家產 鄧炳強 9413 PK等9413 總之 全部都不是用你自己的真名 就可以註冊你的Email 註冊完Email 最重要是不要用自己的電話註冊 註冊完Email之後 你就可以 訂閱我們了 那就安全了 然後 透過VPN 去看 我們的節目 無往而不利 雙重支持 雙重支持之餘 他又沒有利符 是不是 你覺得多好呢 雖然有三千多人退訂 Patreon也有百多二百人退訂 但是不要緊 因為他們用另一個方法 幫你看回很多 節目 我們的View 是上升了 所以 聰明的 觀眾知道怎麼支持我們了 我們 絕對可以輕鬆地化解這些人渣 港共政權的陰謀 不會讓他們得逞 你放心 好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最緊要進來 第一時間先按LIKE 多點留言 多點互動 你留言進來 沒關係 你可以曲線 曲線 當然啦 如果你的名字不是跟你有關 也是PG等9413 根本沒有人知道是甚麼事 也找不到你 放心 好 多謝大家的鼎力支持 我們會繼續努力繼續抗爭到底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SURFSHARK 我已經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之快 速度也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 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